英国女王登基70年 事实上1月2日登基的时刻 英国已经从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它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 但是它也是一个破产的国家 所以它的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 因为它已经发布出海外的军饷 在这样的情况以后 上台的英国女王到现在为止70周年 英国人几乎是水泄不通的 看着这场我们称之为叫Jubilee的 70周年胜利活动 他们都知道因大英帝国不复存在 或许存在了就剩下这个王室 而70年的王室风风雨雨 何其之多 它比大英帝国的瓦解 可能更令女皇来得伤心 穿着一袭浅蓝色套装的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在四代家族成员的陪同下 一起庆祝她继位以来最重要的纪念日 登基70周年白金西 高龄96岁的伊丽莎白二世 不仅是目前世界上年龄最长的君王 也是史上在位时间第三场的君主 仅次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72年 及泰国国王普美彭的70年又四个月 为了备受人民爱戴的女王 英国政府比照十年前庆祝六十周年的规模 从六月二号起一连四天举行庆祝活动 但对女王来说 今年的庆祝心情不可能再像十年前一样 因为女王的夫婿菲利普亲王 在2021年逝世 没有了一身挚爱在旁陪伴 再加上女王今年二月感染新冠病毒后 常感疲惫 女王缺席了多项庆祝活动 即便露面也只短暂现身 让外界开始担心女王的身体状况 登记七十年来 女王执行过两万多件公物 出访超过一百个国家 接见的名人 参加过的活动更是难以计数 但在女王十岁以前 她从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快 接下这顶王冠 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 乔治六世是乔治五世的四子 伯父爱德华八世 才是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 没想到爱德华八世 即位不到一年 就因为坚持迎娶离过婚的美国名媛 而选择退位 原本即不想承担王位责任的弟弟 乔治六世被迫登基成王 乔治六世在位期间 大英帝国逐渐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英国国力更是严重衰退 武力再维持众多殖民地驻军 民族主义崛起也让殖民地 纷纷宣布独立 帝国体制转变成松散的 大英国协 1952年2月6日 但他从王室先祖所继承的坚定意志 让他屹立不摇的率领家族成员 度过多次危机 被女王形容可怕的这几年 她的三个孩子陆续传出分居 离婚消息 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查尔斯王厨 和戴安娜王妃的婚变 当时压垮王室生育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戴妃之死 女王原本坚持王室传统 不在白金汉宫将半旗为戴妃致敬 但随着民众批评 王室无情冷漠的声浪越来越高 甚至有民调显示 25%的英国人认为该废除君主制 和1969年的19%相比 无疑是对英国王室的存亡与否 敲响警钟 女王的态度此时终于软化 除了同意降半旗 还提早返回伦敦 并亲自聆听为戴妃哀悼的民众心声 有历史学家指出 伊丽莎白二世认为 自己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维持英国王室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且能代代存续 而他似乎也做到了 在渡过戴妃去世的生育危机后 英国人民逐渐接受查尔斯 和他的长期情妇卡米拉 2011年 威廉王子迎娶凯特 睽違30年的王室世纪婚礼 再度掀起全球皇室迷的追捧风潮 两年后 女王的第一个曾孙 乔治王子诞生 这个王位第三顺位继承人 可爱的模样 掳获不少人心 只是媒体报导 王室好消息的时光 维持不了多久 女星梅根嫁给哈利王子后 八卦媒体陆续传出 梅根遭到种族歧视 或是在王室耍派头的负面消息 为了不让母亲被媒体 追逐终生的悲剧重演 哈利在2020年 宣布和七小脱离王室 一家人搬到美国加州生活 哈利同时多次发言 批评王室承鄂 无疑为王室平静多年的日子 投下了震撼蛋 虽然哈利的反叛 多少让身为祖母的女王伤心 但让伊丽莎白二世更难过的 是他最疼爱的儿子 安德鲁王子的性侵丑闻 安德鲁被美国女子朱弗里指控 在他17岁未成年时性侵了他 安德鲁虽然始终否认指控 但今年初 以4.5亿台币的天价和解金 解决这起诉讼 名誉扫地的安德鲁 被剥夺荣誉军邪和殿下偷鞋 年过六十 还得让母亲动用私人财产 帮他付这笔和解金 建议的建议是非常确实的 我认为这种意义 我會...我會不猶豫 雖然學者專家都認為 英國王室即便受到這麼多醜聞打擊 仍然可以屹立不搖 但這是伊麗莎白二世還在位的情況 去年底一項民調顯示 超過八成的英國人 對伊麗莎白二世抱持正面看法 但人民對她的繼承者 查爾斯王廚的好感度只有六成 民調同時顯示 30歲以下的英國人 大多贊成廢除君王體制 而年輕人尤其不喜歡查爾斯 一旦伊麗莎白二世駕崩 查爾斯成了國王 英國王室的存續便添加許多變數 確實伊麗莎白二世最受外界稱讚的 就是她絕不干涉政治 不發表任何可能激怒他人的言論 儘管這70年來英國和世界局勢發生巨變 她總是以不變應萬變 堅持和人民及政府站在同一邊 她在位期間一共經歷過14位首相 瓜瓜帶領英國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丘吉爾 奪回福克蘭群島的鐵娘子柴奇爾夫人 到現在史上支持率最低的首相强森 首相來來去去 王室醜聞一個接著一個 女王始終堅定不移 有學者認為伊麗莎白二世應該要像她的先祖一樣 獲得稱號 就像人稱威廉一世國王為征服者威廉 伊麗莎白二世也應該要被後人稱為 堅定的伊麗莎白 但也有歷史學家認為 伊麗莎白二世會在史上留下的評價 可能就像她本人的理念一樣 只是一個終身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的公僕 我希望她會被記住了 她是一個人的主意 在公共联系統的公共联系統 她是非常好人 我認為有非常好人 在如此極臨的 非常透明,光臨的 貴重的貴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面临了大疫情 面临了恶物战争 生活越来越不容易 所有的人 你至少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保持安全 戴好口罩 做好你的社交距离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文钱的事业周报 文钱的事业 在您周报感激 文字幕志愿者